大家好,我是平老师 我们邀请到国泰医院物理治疗师简文人老师 来替我们解开常见的文明病状态 欢迎我们的简老师 嗨,平老师好,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国泰医院物理治疗师简文人 我们想要问一下,因为我自己的学生里面就是有一些胸闷 然后呼吸比较短浅,这是主要的原因是哪一些 OK,基本上你会觉得胸闷最多的可能性都是长期知识不良 比如说你低头足看手机,办公安闷着有没有 长期这样闷着的时候呢,不只消化系统、心肺系统 包括巡软系统以及内容医系统都会受影响 所以鼓励大家平常不要再闷了 一定要扩胸停起来 因为你扩胸停起来的话,你胸比较开阔 比较挺白,优氧,又不容易闷气 我会鼓励做一个 天合引颈 对,就是下巴往上拉 再拉,再拉,再拉 把这个定量拉开来 拉开来,对不对 拉开来以后你会发现 就很容易要打嗝的样子 你会觉得 对,刚刚吃得很饱就好多了 那另外一个刚刚讲要开阔,扩胸 我们讲 抬头挺胸,缩小腹是八骨嘛 常弹 但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鼓励要扩胸 你说要加紧扩胸的话 两只手可以背在后面 我把这个叫做 背手扩胸 手背在后面,然后扩胸拉开来 这样你的整个胸口会打开来 对,就比较不会闷了 因为我们在瑜伽里面也是在讲 扩胸的部分 对,也是呼吸道的问题 然后也是要尽量把 因为打电脑跟看手机这个部分 肩膀也是真的会 往前 对 开阔 真的 再加上配合呼吸 会胸闷,有时候觉得呼吸很短浅 对不对 对 好像吸不进气来 其实 呼吸呼吸,我常讲 重点在呼不在吸 对 就你把气吐干净 吐得很干净的时候呢 你待会自然就 好吸进来 这样一口气可以 一 五分钟 哦,那就很厉害 一个五分钟 有,刚才我们简 简老师要帮我示范一下吗 对 那我们节目就卡 哈哈哈哈 闭眼,调洗,晃轻松 当你压力很大很闷的时候 也可以帮助你晃轻松 对,我们瑜伽里面也是有讲到这个 就是吸气跟 调洗 对,调洗 很重要 大家理解了吗 哈哈哈 改善胸们的问题 我们以下有几个瑜伽动作 如果你准备好 可以跟我们一起练习 开开我们的胸哦 开胸大肌 首先我们爬到地板上 让左身侧跟左边的垫子对齐 头转向右边 右手打平 肩膀跟手腕平行之后 再将小手臂来到90度 头转向左边 左手轻轻推地 将胸口打开 调整一下胸大肌 将胸大肌拉开 肩膀的耳朵贴向地板 再将左边的骨盆往后 左脚来到右脚的后侧 在这边停留五至十个呼吸 那个吸气就是扩张 那个吐气完全地放松 确定好之后慢慢带回来 将我们的右边肩膀轻轻动一动 再将身体爬向我们的右边 变化式吐式 首先我们将双手往后 十指紧扣 肩膀往前 往后垂走 背部肩胛骨夹 在这边停留一下下 试着吸气 胸口扩张 吐气将双手维持不动 肩胛骨夹 手伸直 在这边停留三个呼吸 每个吸气胸腔扩张 每个吐气 双手再往后延展 最后一次的吸气 慢慢将膝盖带起来 吐气 让我们的头顶找地板 额头去面对膝盖 慢慢将臀部往上带 双手保持肩胛骨夹 确定好带回来 头慢慢带起来 胸腔带起来 肋骨带起来 吐气双手解开